现在很多人喜欢黑色 因为黑色可以包容一切 几百年前的宋代人 就已经是黑色的信徒了 当时的人就非常喜欢黑幼茶碗 我是王亮君 国立故宫博物院器物处助理研究员 我的专长是茶器方面的研究 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绍 我面前的这一件黑幼茶碗 它是制作于南宋时期 也就是距今七八百年前 产自江西省吉州窑的黑幼茶碗 这件黑幼茶碗 它本来的胎体并不是黑的 而是施造了以氧化铁 作为橙色剂的黑幼 经过高温断烧 才形成了这一个乌漆亮丽的黑色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这黑的发亮 像饭碗一样大的茶碗 当时是怎么喝的呢 在宋代他们的喝茶方式 我们称之为点茶 是将茶磨成粉末 放到茶碗之中 然后以热水去充点它 再以茶咸快速的去搅拌 然后去饮用 在宋代 茶汤的颜色是白色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黑幼的茶碗就成为了最好的舞台 可以非常美好的去衬托 茶的颜色 当我们翻过来欣赏茶碗的圈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圈竹是用炫嚣的方式制成的 圈竹露出了原本的胎体 它的颜色是吉周瑶特有的乳白色调 柚的质感 或者是说柚的触感 我们称作柚子 这一件作品的柚子相当的滑顺 并不会射手 大家仔细观察 这个黑柚它并不是一层不变 单调的黑柚 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层次 在黑柚的底下 我们仔细去看 其实还散发着 红色蓝色甚至是金色不一样的颗粒 在碗内的正中央 居然留有一片叶子 是不是很特别呢 这片叶子它是呈现金黄色调 它的叶圆还微微的卷曲 而且叶脉相当的清晰 仿佛就跟真的叶子一样 而且在叶子的正中央 也就是茶碗的内底 散发着一圈的红光 非常非常的美丽 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这个叶子是怎么装饰上去的呢 陶公将茶碗 在陆炉上拉配制成之后 首先先让它去施造了黑柚 然后呢将树叶沾染黄柚贴附在上面 一次入窑高温烧成 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一件黑柚茶碗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它的制作工艺是相当的繁杂的 当我们看完内壁 隐隐约约好像发现了些什么 再仔细观察 原来是有折制的眉纹装饰在内壁上面 幸运的时候呢还可以在梅花的枝干上面看到了一些些微的精彩 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折制眉纹当初是以精彩描绘的 也就是说如果这一件作品它完好如初 金黄色的叶子搭配精彩的折制眉纹在黑柚的衬托下 这件茶碗既显得质朴同时又很高贵 等于就是说是一种很低调的奢华 给人家视觉相当大的震撼跟冲击 虽然饮茶的方式已经改变 但是丝毫不减这件作品曾经有的美好